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是博友成 基督使者协会总干事 又到了年末 我想借这个机会来感谢您 对基督使者协会的 事工的关注和支持 或许您是透过不同的管道 来认识了基督使者协会 比如说你是在书房买书 你是参加了使者的培训营会 或者是参加了华人参串大会 或者是在校园事工当中信主 我们有一百多位的同工 在不同的事工的策略和地方 来服侍众教会 今天我想通过这个短片 来带您进入到我们使者办公室 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教会不一样的是基督使协会 像这样的福音机构 我们没有固定的会众 我们也没有固定的奉献经费 所以我们必须要仰赖这些认同我们服侍方向的教会 和弟兄姊妹们的奉献 我们的校园宣教士也要凭着信心来募款 来提供他们事工和生活上的所需 在我们总部除了行政部门以外 很多的同工他们也需要去募款自带良想在使者协会服侍 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同工 我是四年以前离开了大学的教职加入了使者团队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 原因不是我对科研失去了兴趣想提前退休 而是因为我在使者协会 董事会的任内的服侍当中 神让我看见一个更广大更急迫的合场 在过去二十年我在实验室里面 我可以跟两三个学生互动 带领他们做科研 然后分享我的信仰 成为他们的良师义友 可是基督式的协会所提供的这样子的平台 却让我可以服侍在美国将近四十万的华人学生 以及近百万的专业人士 比如说单单今年我受邀了去了三十三个教会和营会 在当中分享福音培育门徒宣教动员 保守估计我大概也接触了将近三千名的学生学者与专业人士 所以我非常感激神赐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服侍的机会 使者的每位同工也跟我有类似的这样子的故事 他们蒙招他们得救他们在职场上培养技能 后来再加入了使者协会来贡献他们自己的长才 福音机构可以说是一个以教会为本的专业团队 我们就拿文字出版为例子吧 大型教会它可以自行出版可以成立书店 来满足他们福音和门徒培训资源的需要 可是小型教会它就必须依赖这些出版机构所提供的服务 而基督使者协会的书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专业团队来服侍众教会 所以教会需要福音机构所提供的专业性的侍奉 但是福音机构也需要教会的支持 使者协会一年两次向弟兄姊妹们汇报我们财务上的需要 祈求神能够通过他奇妙的方式来改动弟兄姊妹们支持使者协会 圣诞佳节即将来临 我恳请您在您自己的十一奉献以外来考虑支持使者协会 使我们可以持续地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赢得华人的知识分子 谢谢您的观赏神赐福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